人者这几天打鸡血一样看延喜攻略 满脑子都是攻斗 耳朵里左一个魏英洛又一个魏英洛 所以看经济新闻的时候 也很难摘掉攻斗的有色眼镜 中美贸易摩擦 如果是魏英洛来出主意会怎么打呢 奴才认为 两国的斗争是生产力的较量 不是基础设施或借钱给外国人的较量 为太后修仪和园苏州街这些事情 倒可以从长计议 娘娘的精力应该放在最能提升生产力的地方 现在宫里的太监丫鬟 看涨美国经济抛售中国股票 有人说这是美国必胜的征兆 其实那些个太监丫鬟懂什么 不过是些墙头草的短期反应罢了 他们都说人民币对美元破期是娘娘失宠 可谁又知道人民币汇率下跌 可以对冲掉大部分美国的关税打击呢 所以看似是宫斗的损失 其实是宫斗的武器 奴才知道高贵妃手下 有脸贫亚奈谷五个得力的嫔妃撑腰 她们都是科技创新的高手 但是娘娘这边不也有百阿腾心精 这些更年轻美貌的心境主子们吗 虽然科技创新并不是获胜的唯一条件 但是她必不可少 也就是说百阿腾心精 五位娘娘如果不得胜宠 皇后娘娘就很难打胜和高贵妃的这场仗 长春宫的未来也岌岌可危 如果百阿腾心精五位嫔妃 为大清怀下子嗣 还怕那些太监丫鬟们看不起吗 奴才听闻 内务府不让腾妃家族卖游戏了 纵使有再多人玩吃鸡游戏 腾妃也赚不到一分钱 内务府那帮奴才分明是嫉妒 哪里知道吃鸡游戏牵一发动全身 关系到长春宫的士气天下对娘娘事业的信心 英洛认为要想恢复市场对A股的信心 皇后娘娘一定要鼓励和支持市场化程度高 生产力最强的产业 感谢收看忍者ATM 每周一条逆向思维的理财短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账号 at忍者ATM